新聞介紹來關心的是嘉義官議員 黃營李登基島接海區列委的朝鮮 要來挑戰的是現任列委蔡依宇 對此蔡依宇強調 有挑戰就是讓他擁粉 也是他的服氣 歡迎大家都來挑戰 對此黃營李回應 希望自己可以成功來終結派 蔡依標示 黃營李願意透過競爭 來特效他跟海區經營在競後 是對他上大擁粉和服氣 在競爭過程當中 無關是對於海區的建議 也就是對於他的配評和激稿 都是他的雙分 透過特效他跟海區經營在競後 他是很開心的 當時要更在競爭力 我想選舉這個有競爭 都是對我是最大的養分以及福氣 因為在競爭的過程中 可以從對方那邊 他提出不管是對選區的建議 還是對我的批評跟指教 那都是我的雙分 所以我感覺這次選舉有競爭 這也是我的一個福氣 所以我也就是勇於接受挑戰 大家要加油 蔡依頂期守候時表時 11年前第一次參選海區立委時 是立委丹明媛陪他來登記 這次鄧冠廷要在三區選球人檔作為登記 希望兩人初選順利 贏得大選 替民進黨收到嘉義這一個地方 所以先本來是嘉義官 採控報道 很高興嘉義縣已經是第七次 來參加東京食品展 那嘉義縣為什麼在疫情期間沒有來以外 每一年都到東京食品展 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跟日本 跟全世界建立所謂的整個商品的脈絡 那大家知道東京食品展是很多的買家 來這個地方看到好的產品 那準備簽約 進而建立長久的這樣的一個商品關係 我們希望未來整個嘉義人工產品 也可以在日本變成發展出我們的品牌 也可以跟大家建立關係 我們現在發展的品牌叫做嘉義優先 我們希望可以既有錢先 帶給大家最好的農產品 謝謝大家 謝謝 時代在改變科技的進步 我們做產人也要轉變 因為這些科技讓我們做事業生產很多 占領和品質也提升很多 我們組了一個智慧農業跨語整合平台 透過專業的補導跟補助 把智慧科技農業的好處帶給我們的農民 我們如果先帶頭來做 才有越來越多人 可以去顧雙跟我們做的打拚 推動智慧農業 實現農工大限 中國有型的駅 是否介紹我們 作人數不詔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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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詔粋